7月29日 政府已在7月29日 進一步收緊豁免人士的檢測和檢疫安排 加強防發輸入個案 同時維持香港的經濟活動和供應市民的常所需 所有客船和沒有在香港裝卸貨物的貨船船員 換班安排會站平 來香港裝卸貨物貨船的船員 就要一直留在船上 直至獲安排去機場登機 外地坐飛機離港的換班船員 船員和機組人員 起飛前48小時內 要在認可機構做檢測 並取得程陰性證明 到港後也要再接受病毒檢測 等到知道是陰性結果才可離開 船員抵港後要直接登船 不可以停留市區 全程也要戴口罩 船員和機組人員 如違反豁免條件 可被罰款和監禁 船公司和航空公司也會被追究 営船水